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虽然利用气压原理的许多产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对气压的存在已经司空见惯 但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忽略它的威力和它隐藏的致命威胁 山西刘先生在街边买炒熟的粒子食用 就在他把粒子壳咬开的一刻 粒子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居住在厦门的刘小姐洗完澡后 坐在电脑桌前的气压升降座椅上吹头发 但是突然发生爆炸 医生从他的腹腔和臀部取出了几十块铁环 螺丝等一次零件和碎片 维修技师在为轮胎充气时 轮胎突然发生爆炸 当场将维修技师和货车司机炸毁 导致维修技师被炸身亡 这些新闻事件警示我们 气压的变化有时也会成为惨剧的制造者 所以我们迫切地想知道 这种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气压 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安全影响 真的像新闻事件中 轻则受到重合致命了 如何避免意外的发生 怎样防范才最有效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那样你可在生活中 就是跟这种气压有关系的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的验证者 宁元和王楠 选择了入口的食物 舒适的座椅和静止的轮胎 三种因气压变化 导致的意外事故进行探究 他们将通过这些常见的物品 对气压的潜在危险进行验证 还原真相 并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 为了探究气压变化 是如何让日常物品产生爆炸的 验证者首先打算 对新闻事件中的粒子发生爆炸现象 进行验证 美味的粒子是人们喜爱的小吃 可好端端的粒子 怎么会无故在人们的口中发生爆炸呢 我们打算亲自炒一锅粒子 进行验证 同时验证者找来了专业的红外拍摄团队 以及高速摄影仪器 以便随时记录加热后 粒子在口腔咬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就在宁愿炒粒子的过程中 锅里的粒子突然发生了爆炸 那么根据新闻事件中 人是在吃粒子时被烫伤的 那么如果这时候 红小薇放凉一会儿再吃粒子 粒子还会在人们咬开的瞬间 发生爆炸吗 验证者此时马上将火关闭 让粒子冷碎一会儿 然后再进行验证 同时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坚硬的钳子 以模拟牙齿咬粒子的动作 那么这个好当中的粒子 被咬开后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马上揭晓 三 二 一 炒熟的粒子并没有发生爆炸 难道只因为放凉了一小会儿 就不会发生爆炸了吗 来啊 来啊 哪个 可以啊 这 这 可以啊 三 二 随着宁元用夹子对粒子进行咬合 看似豪端端的粒子竟然突然发生了爆炸 通过高速摄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粒子在发生爆炸时 只有一个点发生膨胀式爆裂 而红外摄像仪显示 这个时候喷射出的粒子肉温度竟然高达100摄氏度 若是这些高温果肉喷到人的脸部或者是在口腔内爆炸 烫伤是再次难免的了 那么为什么看似已经放凉了一会儿的粒子 会无故地发生爆炸呢 其实 新鲜粒子壳是指极其紧密 紧绷的外壳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 在高温的持续作用下 粒子壳内裹肉在加热过程中水分迅速蒸发 产生了大量蒸汽 使得壳内气压增大 与此同时 外壳受热水分散失 逐渐变得脆弱 当粒子壳实在承受不住时 便会撑爆 这粒子还真得注意以后吃炒粒子 先切个小口 里面的什么气压卸的 真的 通过验证发现 粒子没有切口便进行爆炒 高温会导致其内部气压持续膨胀 到达一定期限便会发生爆炸 而其他同样未卸压的主粒子 就算稍有放凉 此时很可能已经处于被气压撑爆的临界点 食用时 一旦被咬开一个小口 粒子内部充满的高压气质 会瞬间释放出来 在口腔内发生爆炸 所以炒粒子或者吃粒子都要注意 最好给粒子提前破口卸压 以保证使用安全 咱们刚才看这个高速了 它那个粒子一爆炸 它那个气顶多膨胀到这么大 如果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个气压座椅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炸的话更危险 这也有多少个气压 生活中气压变化 除了会让入口的食物发生爆炸 给人们带来安全点断断 还有一种利用气压带给人们舒适的物品 也存在着异想不到的气压危险 气压升降座椅 2012年8月11日晚上 居住在厦门的刘小姐像往常一样洗完澡 坐在电脑桌前的气压升降影上吹头发 突然烹闭声巨响 椅子敲开了 刘小姐当即摔倒在地 弟弟将其送往医院 医生从他的腹腔和臀部 取出了几十块铁环 螺丝等椅子零件和碎片 同样的升降座椅 发生爆炸的新闻事件 发生过很多次 可据了解 一只合格的气压升降座椅出场前 冲击测试耐力是200到250公斤 能够做到升降30万次无损 相当于人们可以正常使用5到8年 好好的座椅怎么可能会发生爆炸呢 被人们组成安全座椅的它 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痛的意外事故呢 为了探究原因 此时的验证者们 打算对身边的这个气压升降座椅进行拆卸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安全隐患 通过对气压升降座椅的拆解 验证者们发现 升降座椅是靠气压的高低感变来调节高度感 它有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气压杆 气压式升降座椅里面有一个气压杆 气压杆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充满气体的气缸 另一个是类似钢针可以上下运动 适配一次升降的活塞感 正规厂家均采用氮气填充气缸 浓度一般在90%以上 其内部气压在一两个大气压左右 当一次下面的气压杆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时 气压杆内的气体就会被压缩 这时本来只装有一两个大气压气体的气压杆内 就会骤然升高到24个大气压左右 你看这就是气压杆 气压杆的这个位置有个螺丝 所以它会不会是从这个薄弱处通过去的 你说的对 就跟刚才那粒子似的 它会找最薄的地方 最不好的地方 从那出气 如果这个气压 咱说这气压座椅这儿坏 会要旁边崩 但你想着最多的地方要是这个的 对于座椅爆炸事件 验证者们猜测 会不会就是这24个大气压所在的气压杆 出现了不弱处 使其内部气压瞬间释放 就像粒子内部的巨大压力 从破裂处瞬间释放一样 才导致一次突然发生爆炸残距的 小小气压杆爆炸 真的会给安全座椅造成严重破坏 所以咱做一个炮 你说做一个这样的气压炮 做的这个实验 对 然后气压炮 可以实现二流大气压 同时释放出来 然后把这中间的那个进入盘打上 为了探究气压升降座椅 发生爆炸的原因 还原并测量 一次在爆炸时产生的破坏力 我们来到了无金市场 准备找一些材料 制作一个空气炮 模拟出气压升降座椅爆炸瞬间 这是咱们的气缸 然后用两头把它给堵下来 对 这个是那个进气的 进气管 这边是气缸和户口这一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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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中间那个轴 相当于整个气压座里里面 都是伤人的那个位置 就气缸 它那个 就是气缸 气缸 就是气缸 气缸 把它这样放进去 对 这样里面灌气 啪一打 就能看到它 行 多大一个粒子 行 行 行 那咱开始吧 走 验证者打算用一个空心铁管 模拟气压升降座椅中 储存气体的气缸 咱打这个 用钢管模拟气压杆中的 活塞顶杆 手动控制 将气压缸内的气压 升高到一定数值 然后按动阀门开关 使气缸瞬间释放气体压力 最终模拟还原气压座椅 爆炸瞬间 气压炮制作完毕 我们找到了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支队 奥林匹克公园中队的 一个空旷训练场 以保证验证过程的安全进行 咱这样咱先把这个绑到炮座上 销 在布置板安全现场之后 往南将空气炮安置在了不及人高的水平位置 林医院则在不远处将木板支起作为目标物 这些有一定厚度的木板 模拟的就是座椅底部 一般安装的三合板和海绵 同时 验证者们也架起了高速摄影机 以捕捉记录下 气压瞬间释放后 钢管对模拟座椅木板 冲击的全过程 你要是你要是 你要是你要是 你得把防护穿上 好 为了防止验证过程中发生意外情况 王南让进行操作的林员 穿上了防护服 一切准备就绪 那么这种破坏力 又会对坐在椅子上的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这一次 他们能模拟气压杆瞬间发生事故时的威力 并找到气压座椅爆炸的原因吗 一会儿啊 这个杆子 在发射的时候 如果我站在这个位置 那么 这个木板很有可能会打碎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系一个小扣 开过来 一会儿我就推进 跑到这边 一拉成了 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开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拉开 一般人坐在气压座椅上之后 气压杆内气压会达到24个大气压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将此次验证气压定为8个大气压 那么仅仅8个大气压瞬间释放的能量 真的能让模拟的活塞钢管 击穿模拟椅子底部的木板吗 验证马上开始 我们拭目以待 来啊 给冲压了啊 好 沉测 冲不沉测 冲不沉测 多少了 现在几个了 几个了多少了 四个了 四个大气压 四个了啊 到六个了啊 七个了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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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大气压啊 可以了 三 三 一 一 你又看 板子没事 哎 哎 我没放 没没放 没放钢管吧 啊 我给忘了 哎 也许是因为一时紧张 王楠竟然忘了在气缸内放入模拟气压座椅活塞感的钢管 验证只能重新再来 忘了忘了 哎 我给忘了 等会儿呢 等会儿 关死了啊 关死了 好 进去了 进去了 已经进去了 到这儿卡死了 好嘞 我没紧张半天 是啊 八个啊 还是八个 对对 没问题了 对吧 好的好的 紧张 我给忘了 小妞儿 我给压力了啊 好 确证放入模拟气压座椅活塞感的钢管后 验证再次准备开始 七个了 好了 八个打气压了啊 八个了 好 三 二 一 一 一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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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先看这板子 停都没停 直接就过去了 你看 从这个管子呢 切面可以看出来 它是很快的速度切过去了 它一辆碎汁都没有 啪 要一过去才会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次 验证这门机体 用八个打气压 瞬间释放的能量 就让钢管瞬间击穿了木板 通过高速摄影机 我们看到 当气缸内达到八个打气压时 钢内气体瞬间被释放 装在里面的 模拟气压座椅活塞感的钢管 立刻被推出 而模拟座椅底部的木板 则根本无法抵挡 这仅仅八个大气压瞬间释放 所产生的冲击力 轻刻就被钢管打出了一个大洞 咱们看这边 这边这个洞 这个洞比这个洞要小 遮着像子弹 子弹打进的时候这边就是 小那边就 窟窿又会大 对 木板 木板都穿透了 仅仅八个打气压 瞬间从气缸内释放 就有如此威力 试想一下 如果是一般人坐在气压座椅上 正常的椅子气压杆内形成的24个大气压 如果由于气压杆管壁不弱 被撑爆而瞬间释放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我觉得 咱要不直接上座椅了 坐椅的垫吧 好 来了 包装准备好了啊 嗯 都准备好了 再检查一点 别用工方态似的忘了 好 咱说啊 高脚在 三罐在里边 开关 开关 气压 行了 准备好 再次打几个 这回还是 咱还是打个 统一打八个 打八个吧 二 一 好像是穿了 没错 从下面去 走 再慢点 但是咬了一个狠狠咬了一个戳 对 但没打过 这还是合格作业厉害 所以说新闻里头说那个 它那个被击穿的那个是还是不合格作业 对 其实发生气压座椅爆炸的几率还是很低的 座椅也不仅仅只有三合板和海绵材质组成 而且还有很多高韧性材料 或加装钢板的椅子做成底座 被激发的活塞钢管等零件也大都会被结实的椅子底座阻挡住 至于发生气压升降座椅爆炸事件 则有可能因为气压杆壁不够坚固 材质差或封口密封会严密 导致杆内气压瞬间释放 才有一定几率瞬间发生爆炸 如果同时 升降座椅底座仅仅使用了伪劣的木板海绵等不合格材料制成 爆炸时的碎片就会轻易击穿底座 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千万不要购买 使用伪劣材料的不正规厂家生产的气压升降座椅 这里边你看这么点的气囊就能这么大劲 我给你准备 你看 咱们轮胎平常就开车的状态下 应该是2.5个大气压左右 这里边充着气压 你想啊 如果这么大一个气囊 它在静止状态下 哪有根粒子是那个薄弱的地方 这应该是个废台 你看 就像这样 从这儿爆开 要不 这就是小的 咱们做这事 人们通常会认为 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轮胎磨损导致爆炸是常有的事 汽车紧急制动 摩擦高温尖锐物体等 都会导致冲了气的汽车轮胎发生爆炸 但还有一种爆胎事故 近些年来因为发生频繁 逐渐才被人们关注起来 2014年9月25日 南京市江宁纯化街道 一家汽车补胎门室内 发生一起汽车轮胎爆炸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2014年2月19日 昆明市龙泉路与红云路交叉口 一家名为双星轮胎的轮胎修理厂 在为一赛车修补轮胎时 轮胎突爆致一死一伤 轮胎由橡胶组成 为了让其更耐磨更具安全性 现代轮胎内部还添加了钢丝和帘子布等 来让橡胶轮胎更结实 好在汽车行驶时 保障轮胎可以很好地承受着 突凹不平的地面带来的各种磨损 然而这种坚韧耐磨的橡胶轮胎 并没有在路上行驶 仅仅只是充气 怎么可能会发生爆炸呢 难道静止不动的轮胎 也会瞬间成为生活中的定时炸弹吗 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 我们来到了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 安瑞池汽车轮胎升级中心 在这里找到了一位研究汽车多年的技术人员 许金虎 希望它可以帮助我们 解开禁止轮胎爆炸的秘密 如果离轮胎禁止的话 我们用这打气的方法能不能可以打爆 理论上是可以 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低吗 对 但一旦发生的话 我们常见的家用小小车轮胎内 约有2.5个大气压 正常行驶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为什么新闻事件中 仅仅给轮胎充气 就会发生人被炸飞的惨剧呢 会不会是人们给轮胎充气过度 把轮胎充爆了呢 为了探究汽车轮胎 是否有被充爆的可能性 我们打算用一个最普通常用的轮胎 进行充气演证 为了防止像新闻事件中那样 发生轮胎爆炸伤人事件 我们就地取材 准备用大约100个橡胶轮胎 搭起一个防护墙 具有强大韧性的橡胶轮胎 能为验证者挡住一部分 在轮胎充气爆炸验证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危险 为了看到可能发生的轮胎充气爆炸 会对周围事物造成怎样的危害 验证者们还将一个有机玻璃罩子 放在了充气轮胎上 为了方便我们的观测 它的爆炸效果 我们在周围放了一个这种 亚克力玻璃板的这样的一个小箱子 这个小箱子呢 我们并没有把它粘得特别死 而是进行了一个虚掩的这样一个处理 这样一来 有机玻璃就算被爆炸充气波冲破 也不会发生普通玻璃被炸碎后 飞溅伤人的威胁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一个气压泵 给它连上来 我们就可以不要近距离来观察它 确认好了安全距离 接下来就是对这只完好无损的轮胎 进行充气了 仅仅只是充气 到底能不能把汽车轮胎打爆呢 验证马上开始 现在可以充气了 充气充气 家用轮胎正常胎压为2.5个大气压 而此时 眼看气压表已经远远高出了普通的胎压值 这个橡胶轮胎还能够承受住不断增大的 巨大内部气压吗 不安全啊 不安全啊 不安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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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人都手滑了 你过来 都脾掉 就在所有人屏住呼吸 等待验证结果时 给轮胎充气的气压压缩机 突然停止了运转 我们想象中的轮胎充爆情况并没有发生 这次充气已经达到了气压压缩机的安全临界值 机器最终停止了运转 原来给轮胎充气的空压机 都有防止给轮胎过量充气的自动关闭装置 那也就是说咱们打了八个大枪 已经远高于它额定的 八个大枪还要高 所以说它关起它们自己自保护 这次轮胎充气验证 使轮胎内部气压达到了八个大气压左右 但并没有使这个完好的普通轮胎发生爆炸 那么新闻事件中 给轮胎充气的空压机并没有自动停止 这说明爆炸发生时 轮胎内部的气压应该低于此次我们验证所达到的八个大气压 按理说 轮胎应该承受得住这个气压 可事件中的轮胎为什么又会发生爆炸呢 一般轮胎温度过高 窥气状态形势 被扎漏是三大主要爆炸原因 如果正常完好无损的轮胎充气时 不会被冲爆 会不会是因为轮胎在打气之前 就已经有了不易被察觉到的磨损 给磨损后的轮胎打气 是否就会发生 像粒子内部压力瞬间从薄弱处释放 所带来的爆炸呢 验证者这一次打算将普通轮胎放弃 然后使其在窥气状态下进行行驶 人为模拟轮胎内部遭到磨损的状态 然后再进行之前的轮胎充气演证 就是碾的位置 现在您看一下 因为我们碾的位置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那大概整个胎间跟胎侧都会接触地面 所以我们这样破坏的话 相当一个就是没有气体 然后其实是轮火和碾啊 这个胎间的一块 直接直接接触地去 让它开始吧 让它开始吧 慢一点啊 早去早回啊 车轮在轮胎窥气状态下行驶时 与地面的摩擦成倍增加 胎温也会持续上升 如果此时是在高速公路上 那么轮胎就有可能因为高温发生破裂 导致轮胎在行驶过程中就发生爆炸 所以此次 我们为了人为地给轮胎制造 无益察觉的轻微破损 也为了尽量不要出现爆胎以外 就采取了尽量将轮胎内气体放进 降低轮胎内压力的做法 这样即使轮胎被磨破 瞬间从破口处释放出来的压力 也不会那么大 就可以避免在汽车高速行驶过程当中 因为摩擦升热导致提前爆胎的危险 我们双减五公里 结果刚才我们这边转一圈 不知不觉已经跑了七公里了 七公里 整整七公里 碾到里面应该碾得很冰重了 对 外边已经明显看到一圈了 师傅咱还是给它拿出来吧 拆着看 拆着看一看里面 行吧 好好好 好热啊这里 放电 放电 看啊 这里面这是碾掉的碎肠 这什么样子 全是轮胎内侧的碎肠 这好家伙 这是从轮胎上面 生生地给削下来的 经检查 在窥气状态行驶后的轮胎内壁 已经被打磨下了厚厚的橡胶碎朵 但整个轮胎外表看起来并无异样 接下来 验证者将这个内壁已经被磨损 但肉眼却看不出的轮胎 重新装上钢圈 再次模拟给轮胎充气的过程 对 我们把它给照好下去 然后人全部走到掩体后面去 来 在确保现场工作人员 有一定安全距离之后 验证者依然将一个有机玻璃罩 放在了这个内部 有轻微磨损的冲气轮胎上 等会儿 咱们现在现场这边戒严的人员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楼上的高速摄像准备好了没有 坐一会儿 我们马上开始实验 大家绷格闲 好 准备开始给供气 再一次进行轮胎充气演证 我们重新布置好线材 这一次内壁有一定磨损的轮胎 有没有可能会冲爆 会不会还会发生之前 空压机停转的情况呢 好好好 往回撤 回撤 回撤 撤过来 不不不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刚才是轰轰的声音 对 轰轰的声音 眼看这个外表完好 而那笔磨损过的轮胎充气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可轮胎依然没有动静 难道有轻微破损的轮胎 也不能被冲爆吗 验证者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对自己的推断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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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想吓我一跳 把机机去往里面东西 一身汗啊 一身汗啊 现在打气没停的吧 对没有停的 没有停的 没有停的 熟的那些要爆炮是随时的是吗 对随时不可预见现在是 很紧张 等会儿咱们要不要把这个胎 正在说也晚了 过去嘛 吓死我 哎呀妈呀 谢谢谢谢 光光光光光光光 不要去不要去 回来回来 好 刚才正在我们说话过程当中 他已经爆掉了 我们赶紧继续来看一下 我先过去 大家先不要过我轻轻禁掩帖 这边我们 正当验证者 对验证条件感到疑惑是 现场突然一声巨响 魔神后的轮开 突然发生了爆炸 哇 哇 吓死我 谁去拿呀 气体完全卸掉 把那边把那边气体卸掉 现在确定气体卸掉了吗 我先过来看一下压力表啊 咱们这个板子还是有用的 行了 好安全 可以工作人员到现场 把气先打了 气球拔了 看这儿这个口 对 撕了一个很长口 我们把它立起来看 拿下来 来 这口子很齐 是是是是 因为这个地方缺气形式已经 把内壁全都已经相对于 密壁颗 割了一个口子在里面 这边是这个印 对 你看 很明显 是是是是 就是缺气形式的时间 嗯 所以说我们刚才 还好人离得比较远 对 冲气吧 你看那里板都碎了 对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板子 你看这个位置碎了 那它一定是这个 脚这块嘛 冲气的 对 对对对对 它在这个位置放上 这是这个大 等一会儿给奔过来的 是 你看那块也碎了 你看地上也碎了 在这边上站的是一个人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过验证我们看到 轮胎带有看不见的伤痕 就会导致冲气过度时 将粒子加热后 内部起压 瞬间从薄弱处释放一样 轮胎内部的高起压 也会瞬间 从破损薄弱处突破释放 发生爆炸 所以长时间使用的陈旧轮胎 会因为在亏气状态下 行驶等不当操作 使得轮胎内壁 存在人们看不见的磨损 这就会埋下 日后冲气暴胎的隐患 我们只能加强 对轮胎的检查与更新 并且到专业的维修站 按规定冲气 避免冲气过度 才能避免静止的轮胎发生爆炸 近年来 我国的高速公路和高级公路 不断增多 举相关部分统计 高速公路上 由于暴胎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一占事故总量的70%以上 一般情况下 轮胎温度过高 窥气状态行驶 被扎漏是三大主要爆胎原因 然而 轮胎正常胎压 只有区区2-2.5个大气压 即使爆胎其爆炸威力 也应该不会太大 那么为什么造成的交通事故 却很严重呢 如果行驶中发生爆胎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又该怎么办呢 许空这个实验 我建议 我建议啊 你们两个去找一块 足够开阔的一块场地 然后呢 我去做一个装置 能够在瞬间 把轮胎给弄破 谁开车啊 你 为什么是我呀 我没驾照 为了进步在安全的情况下 感受爆胎时 气压的冲击力 验证正常胎压下 汽车发生爆胎时 普通人应如何控制汽车 这一次 准备由宁元制作一个倒刺 用于模拟高速行驶的汽车 碾压到尖锐物体时 轮胎内气压 瞬间从轮胎破裂处 释放的爆胎场景 没辆车 十一年驾龄的王楠 准备驾驶汽车 来体验高速驾驶时 爆胎的过程 到底在胎压正常的情况之下 在高速驾驶过程中 面对突发的爆胎事故时 王楠能凭借十多年的驾龄 正确应对紧急状况吗 请问我一会儿这个车大概开得多快 如果要达到那种我们刚早上预想的效果 至少六十万 六十万 对至少六十万 来了 放练的怎么样 我车绝对没问题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 没问题吧 我拿这个东西 啊 这个 这是各地上的 两边开刃 双边开刃 里边开了 外边开了 我从那边压过来 对你从这边压过来 你从这边压过来 我从这边压过来 对 你觉得这玩意儿风力程度不够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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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看一下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没问题吧 没事的 轮胎比这个结实多了 对 那个为了让它这个 没问题吧 在平稳的地上放着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固定在地上 虽然王楠架龄不短 但他其实从未经历过行驶中暴胎的情况 眼看宁愿拿来的尖锐道刺 王楠突然紧张了起来 再给我们试一遍 大家帮南关试试 这能穿吗 咱们把这个 在这150米的距离内 咱把车速加到60公里面 行行行行行 接下来 他要做到的 就是在空旷的场地上 把汽车加到高速 然后要准确碾压过道刺 体验暴胎瞬间 想起新闻事件中 高速路上发生的汽车暴胎惨剧 王楠心里有些犹豫了 他能凭借十多年的驾铃 正确应对紧急状况吗 来吧 来一遍 你给我带个铜盔吧 铜盔 铜盔 手套要吗 不要不要不要 那能不能 不好使 打滑一会 这帽子行吗 这帽子 来吧 啊 这能防得住吗 这个 加油王楠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吗 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 好 等会儿 等会儿我准备准备 紧张 好会的 不会的 这东西 王楠你准备走了是吗 那个谁 那样 那样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 我后退 我后退 你什么情况 你头盔戴得挺像样 你什么情况 你刚速准备好了 不是 你刚速准备好了没有 别白压 你白压了 好好好 可以了 同一来 你速度得上来 你速度它慢不行的 别的都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你对准了 小心往后退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过来了 小心往后退掉 加油啊 诶 有事有事 好啊速度上来了 哎呦 好啊 黄南 一米两米三米至少差这么多 我这 我了我这 我这确实我觉得 行不行再来一遍 可以吗再来一遍 最后一次吧 压力也比较大 就折腾了 我真的比较压 我刚才想到的会更多 你 因为担心 王南并没有成功的 让轮胎从道次上压过去 体验暴胎过程 只能重新再来 王南你要准备好鸣笛示意 好 加速 这是方向队的 方向队要差了一点 差了一点 有经过几次尝试 王南似乎无法跨越 对即将高速行驶中 发生暴胎的恐惧心理 对他来说 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 如果发生暴胎实在太危险了 不是不是 你没在上面你不知道 此时宁远只能求助许公 另想办法 经过商量 验证者同意了许公的建议 用专业车手进行汽车驾驶 而由王南做好安全防护 坐在副驾驶座位 体验倒胎瞬间 好 有请我们的驱车手 来 师傅请过来 这样一来 验证者们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下一步就是真正体验 高速行驶汽车的暴胎瞬间了 可是专业车手 就能够很好的应付 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的暴胎意外吗 这一次他将以高速公路的最低时速 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 碾压过宁元制作的道次 来体验暴胎意外 验证马上开始 现场所有人的信都提了起来 百分之一万 等会 等会 百分之一万 我问他们开什么 那我们停摆开始了 好 开始吧 好 准备 来了 来了 放走后撤 好 往后撤 变成了吗 好 来 好 来 这个口子哪呢 有请示娶手把这个口子让我们看一下 要是吓得我一口门饭啊 吓死我了 好 可以解啊 慢点 这这这这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很长 但这里面已经没气了对吧 相比搁的应该大概有个湿 这里边 这容胎里边还不够是橡胶是什么 钢丝 钢丝 还有银子布 我给你说 怎么样 刚才我就看着这个车 压过那一刹那 就感觉 一下就空了 就感觉就是踩空了一下 对 方向缺湿 对 一下就缺湿了 通过验证我们看到 当车在达到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时 碾压通过倒刺后发生了爆胎 因此正常胎压的轮胎 无意中碾压到尖锐布 就会造成行驶中的汽车爆胎事故 从高速摄影机我们可以看到 轮胎在爆炸的一瞬间 并没有很大的威力 从车内的摄像机来看 王楠也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难道高速行驶过程中的突发爆胎 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可怕吗 可为什么爆胎导致的交通意外 又是如此惨烈呢 你刚才怎么杀住了这个车 他就给杀住了 我就看着就给杀住了 回顾种种高速公路爆胎事故 我们发现 在爆胎发生的瞬间 一般汽车都没有发生剧烈被冲击反应 反倒是因为司机无法控制方向 导致汽车旁偏才发生了撞毁的惨剧 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方向不要动 利于发动机的制动 还有就是尽量就是强低吧 然后轻点刹车把它制动停下来 高速行驶中发生爆胎 往往考验的是司机对汽车的掌控能力 和良好的心理速度 多亏此次高速行驶中的汽车爆胎体验 是由有经验的专业司机来完成的 要是换成了没有任何爆胎经验的王楠来完成 恐怕就会因为在爆胎瞬间心理过度紧张 控制不住方向盘 发生汽车严重偏离方向的后果 因此高速行驶的汽车遇到突发爆胎情况 第一板人就应该是紧紧把握住方向盘 调整好汽车行驶方向 极力不要让汽车走偏 这次汽车爆胎验证中 驾驶员这个小小的把握方向盘的动作 才使得汽车立刻回到了正轨 避免了汽车偏移造成更大的事故 那个白师我问问你 刚才你开的时候是直线吗 是直线 它要是直线的话 这个你是正面压上去的吧 那你要正面这么快的速度 后轮它应该也被压了 也被扎了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观察一下 那后轮怎么没事啊 我跟他过来 王楠发现 这次实验的汽车虽然前轮发生爆胎 但同一次的后轮却完好无损 没对啊后轮都没事呢 而汽车在高速行驶时 前后轮应该会同时碾压到道次 为什么后轮没有发生爆胎呢 咱现在安全是吧 对 安全的安全 除了这条轮胎是做过特殊处理的 原来徐公为了保障验证过程的安全 已经提前让人换上了防爆轮胎 避免同侧两个轮子都发生爆炸 造成翻车危险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同样充满气的橡胶轮胎 不会被扎爆呢 防爆轮胎就真的不怕尖锐物体的刺穿吗 验证者们打算用钉子直接订入常用轮胎和防爆轮胎 模拥胎 模拟生活中最常见的 轮胎压到钉子被扎漏的情况 进行漏气比较 好嘞 已经敲进来了 没有漏气 我们把它拔出来看情况 将扎住常用轮胎的钉子拔出之后 验证者们准备把轮胎放入一个水缸中 看看它是否已经漏气 按下去 仅仅一颗钉子就能够把常用轮胎扎漏 轮胎中的气压通过钉子眼 再向外快速释放着 这个这个开漏气这个我知道 咱们的试试咱们刚才 说的防渣的 对 咱们试试那个防渣的 那个扎完就会漏气吗 对 那个扎完之后气体会缺失 那我觉得好看 我觉得那咱不用一个手 我觉得它会缺失的 多多多多呀 好嘞 那就是多扎几个钢钉 扎十个钢钉 二十个 那这样子 因为路面上不仅仅只有钢钉 还有别的义务扎进来 比如说螺丝钉 对 咱们都也是 螺丝钉它是在放气的 对 它还有螺丸 那咱们准备轮胎 好嘞 那咱就各准备十个吧 为了验证防暴轮胎是否能够被扎破 验证者们将二十个钉子放置在地上 并将车上都安装了防暴轮胎 一个钉子就能够轻易地让常用轮胎漏气 二十个钉子防暴轮胎能经受得住吗 验证马上开始 王楠 我地上放了十个长水泥钉 还有十个螺丝钉 剩下交给你了啊 再次布置好场地之后 验证者们将二十个钉子放置在地上 这一次轮胎能抵抗住那么多尖锐物的破坏吗 三二一 至少现场我看到的应该就一个没压 就是可能没压进去但应该也是压着了 咱们现在去看它楼不上了 咦 开回来了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当防暴轮胎压过钉子时 火星四箭 二十个钉子全部被粘压进了轮胎的橡胶里 可轮胎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就连车身也没有发生任何偏移 一转起来的时候它就闪了 因为它是 一二三四五六 反正应该是全扎进去 你知道车上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压中的 自备有节奏的过去那种感觉 能有感觉能听见 你看 第一六 咱们给它拆开开 那么二十个钉子洞是否已经是轮胎 发生大量漏气了呢 只有放到水里答案才能揭晓 好 好 那直接扔鱼杆里吧 咱们再提一个钉 咱们再起一个钉吧 再起一个钉看看 咱俩一人一个 我也起一个 来 给你这个钉子 这钉子好吃 这钉子好吃 你可能认识 诶 这个可以刚才上哪个地方的时候 难出来啊 对 而且特别不好 诶 我再看看 上面是什么东西 站在手上 看 这就是它为什么不漏气的原因 不不不不 它不见得没漏气 快快快拿到那个水 它不见得没漏气 如果将防暴轮胎放入水中 有气泡产生 那么就说明 轮胎仍然发生了气体泄漏 到底结果会毒舌 是不是这个点啊 还看别的点 不甘心 来来来 拿骨钱 拿骨钱 走走走走 没漏啊 我看骨炭好没漏 看别的点 对对对 补掌 这个点啊 比如带盘灰了 带盘那个 橡胶切过 我觉得是在这个点 这应该漏了 看一下 漏了吗 没有漏了 我手里 我的正下方 那我们整体再旋转一下 整个台 看来 这个防暴轮胎 确实可以在车胎 遭到尖锐物体破坏的瞬间 阻挡住 轮胎内部气压的 瞬间泄漏 不会像粒子一样 发生气压从薄弱点 向外释放的突然爆炸 那么防暴轮胎 为什么遇到钉刺 却不会漏气呢 原来 防暴轮胎内部填充了特殊胶体 它可以保证 当直径在六毫米以下的尖锐物体 刺入轮胎时 轮胎的破洞可以迅速 被其内部有弹力的胶料涂层紧密包裹 而不会漏气 当尖锐物体被拔出时 穿孔也可以被轮胎内的胶料涂层 瞬间填补和密封好 这很好的降低了 轮胎在被尖锐物品破坏时 气压从薄弱点突然释放 发生爆炸的概率 小店别费劲了 哎呀别费劲了 哎呀别费劲了 哎 许慕咱们这个扎了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轮胎啊 一点都没有东西 对是吧 可以说这像一个专利技术啊 还是比我们收获得了很大的便捷 它可以保证轮胎的气压管缺失 就保证气压稳定 咱们前面做那么多事啊 哦 气压作业 还炒绿子来着 对啊 这其实咱们说白了啊 咱整合理的利用这个气压的特性 还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啊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的验证着王楠和宁元 通过对于入口的食物 舒适的升降座椅和轮胎三种 气氧变化导致的意外爆炸事故 进行了探究 他们通过分析实践 拆解气压产品 制作模拟气压装置等行为 亲身体验了生活中 气压变化导致的爆炸威力 深刻认识到气压变化背后 存在安全隐患 不仅仅是气压威力本身 更是因为人遇到气压爆炸时的 用机反应与处理办法不当 才导致惨剧发生 时刻保持安全警惕 远离三无产品 遇到突发情况 保持冷静 熟悉规范操作动作 就是保证自己安全 最好的做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